我们的现实世界正全面被一种引入侵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习惯成因 作为国际艺术村得以成立的基础 除了经济要件 当然用文化形硕城市所衍生出来的城市阅读 做出一种尝试 当我们到达一个异乡城市 走进艺术村 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模样 艺术村不是高艺术殿堂 它是一个根植于真实生活的场域 更具体一点说 住进艺术村 我们的视线会常常在在地观和国际观之间来回对焦 这样的对焦就是从日常点滴里萌芽茁壮 用艺术文化创造了城市的高度及厚度 同时在这里的集体经验 召唤出一个以自由和开放交流的共通感 我们的现实世界正全面被一种影入侵 这股神秘的力量让我们集体成影 这股隐形的影让我们的生活都依赖着智慧型手机 您或许不曾察觉又或者已经习惯与它共存 您准备好面对您的影了吗 由2019年上半年保障研实习生所策划的展览 《影影》 希望能够与大众一起来揭示这种拉扯着我们生活的影 更期望能够帮助我们 是时候找回原本的平衡 时方新闻记者来英荣台北采访报道